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震撼新闻 宾州港务局前主席 也是宾州行动党前副财政 兼林冠英前特别助理的周景延 被反贪会逮捕了 行动党按照他们的SOP 又来指责这是政治避害 但这件事情要追究起来 牵扯的人很多 案情也错综复杂 2019年5月2日 反贪会针对今日大马网站 泄露的63亿令吉宾州海底隧道 贪污案调查文件一事向警方报案 这份泄露的口供中 点名时任宾州首长林冠英 副首长Rama Sami 现任首长曹关友 公正党领袖阿都马列 时任行政议员林峰成 以及巫统的纳兹里受贿 口供中也提到 当时担任林冠英特别助理的周锦炎 接受发展商30万令吉的汇款 周锦炎后来在西盟执政后 受委为宾州港务局主席 被捕之后 行动党把他形容为无辜者 受政治避害者 63亿的舞弊案里面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应该会记得曾有一名拿督司理 涉嫌欺骗海底隧道承包公司 共1900万令吉 声称能帮海底隧道承包公司 摆平反贪会 不让反贪会追查此案 试问如果是清白 为何要花1900万令吉 摆平反贪会呢 行动党的逻辑向来是难以捉摸 当年赵平福在雪中反贪会坠楼声望 他们说是政治避害 要国家政府还赵家一个公道 但在自己执政后 赵平福案即刻变成了非法禁锢 杨祖强涉及强奸女佣的案件 同样被行动党说成是政治避害 只是后来他退出行动党后 行动党又称他做强奸犯 尽管案件还没结案 对他们不利的都是政治避害 对他们有利的就是他们利害 这就是行动党的SOB 林冠宁的洋房案 法庭判处释放但不代表无罪 他们入围司法很正义 过去他们骂沙拉叶前首长 他以麻木贪污腐败 说白毛不倒人民吃草 执政后 西蒙的总检察长决定不提控 行动党静静地看着人民吃草 看来司法公正与否 是行动党说了算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